歡迎收看全民風車霸 大家好 我是怡辰 休旅車在汽車市場熱賣 這件事情心之有年了 但是我知道有一部分的客群 只要一想到休旅車就會覺得 看起來有點略顯笨重 駕駛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熱血的感覺 這個稱之為休旅車症候群 對於休旅車好像有一點感冒的症狀 但是各位相信我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車款 它非常的帥氣 沒錯 就是Audi全新大改款的 Q3 Sportback 那麼今天我們要試駕的是 Audi全新第二代大改款的Q3 那麼目前引進台灣的Q3 有兩種款是一個是Q3 一個是Q3 Sportback 它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Sportback這個車款 它的外觀設計元素 是結合休旅車以及Coupe的元素 所以它看起來會更外放 更有運動化的感覺 那麼今天要試駕Q3的話 而且以我私心來講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Sportback 因為對於一個愛車的人士來講 你看上它整體的外觀設計 真的是太難以抗拒它 而且整台車在很多的細節方面 值得我們花很多時間 去細細的品味它 那麼它的售價以及編程表 請各位參考一下這個表格 在台灣目前是單一動力35TFSI 那今天我們要試駕的是35TFSI 而且搭載了S-Line套件的版本 售價是206萬 那麼這台車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是以Q3 Sportback這個車型的話 其實在台灣你可以說幾乎找不到什麼競爭對手 如果真的要找一個比較類似的話 B&W的X2跟它蠻相仿的 售價也蠻接近的 但是在整體的流線造型上面的話 我覺得它還是有一些差異的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外觀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講的就是 它的顏色很特別 它叫金屬昭露營 我覺得現在這個車款越出越多 顏色也越出越多 名字也越取越文藝 整體肉眼看起來 給予你的視覺感受是很特別的 銀色偶爾不同的角度帶有一點綠色的感覺 蠻新奇的 那另外講到奧迪的車款 絕對不可以錯過的就是 正面有一個大面積八角的頓形水箱護罩 而且裡面採用的是蜂巢式的造型 在這個造型上面呢 還用了一些鍍鉻飾條來做妝點 但是注意喔 蜂巢式的水箱護罩這樣的造型 只有在S-Line的款式上面才看得到 為了區別它們的不同 一般的款式沒有S-Line的話 它採用的是直炸式的水箱護罩 同時可以看到保險桿的下方 有一些雷達 玻璃上方有一些鏡頭 Sensor等等代表它支援了比較先進的A-DAS系統 等一下我們都會做一些體驗 那另外燈組的部分也是很多車迷關注的部分 很多人都會戲稱說奧迪這個廠牌 它就是專門做燈具的 我覺得每一次奧迪推出全新的車款 它在燈組方面的排列都會讓大家為之震驚 當大家還在直線條還在彎曲線條的時候 它做了一種放射性的LED日行燈 整體看起來它在新鮮感上面 的確也是滿有話題的 那在標配的部分裡面全部都是LED的頭燈 搭配它很有造型的LED日行燈 當然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做選配變成矩陣式的頭燈 它就支援了更多智慧型的功能 那今天我們試駕的車款 因為是S-Line的套件嘛 所以在保險桿左右兩側 包含中間有一些造型以及顏色上 搭配的不同 都讓它整體看起來更為運動化 車側的部分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全新一代的Q3 它換了一個平台變成了MQB平台 所以它在整體的車廠以及軸距都拉長了 以軸距來說的話增加了74mm 這個對它車內的空間來說的話 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那另外就是在外觀上面 我前面一直講 Q3有很多值得你好好玩味的地方 它在線條方面真的是非常地流暢 而且銳利 例如說車頭葉子板 以及車尾葉子板 有非常明顯的機理線條 為這台車帶來了很多張力感 另外以Sportback的車款 重點就是在B柱以後 跟一般的Q3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線條來說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以視覺感受 它下墜得很快 但是各位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你是被錯覺所騙過了 你會發現它的車高 並沒有下墜得非常快 而是它用了很多的不同的線條 搭配在這邊還有尾翼 以及窗框的快速下墜 下方窗框快速的上揚等等 收數在這邊 所以讓你覺得它特別的流線 但是對於空間感的影響 我認為並不是很大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進去 去體驗體驗 但是在整體的美感呈現上面 力量感的呈現上面 是非常的到位 甚至有網友戲稱 Q3Sportback 它是同集團小烏魯斯之稱 一開始聽到的時候 覺得好像有一點誇張了 但是真的把兩台車的車側 擺放在一起的時候 以烏魯斯超跑定位的休旅來講的話 李當它的線條更為銳利 更為狂放沒有錯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 這兩台車所有設計的大方向輪廓 其實真的還有點類似 另外再告訴各位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麼流線 這麼動感 這麼運動的外型 它的設計師是一位韓裔的設計師 這沒有什麼稀奇的嘛 覺得德系品牌韓裔設計師之外 更有趣的是它是一位妹子 昨天我花了好長的時間在研究他的IG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看這位設計師 很甜美陽光 再看一看他所設計出來的車 真的有一種衝突感 讓人覺得 哇 真的很值得細細的品嚐它 那另外很多車款 因為休旅的關係 它會搭載防刮材質 但是以Q3來講的話 它一樣有防刮材質的部分 但是它採用的是黑色的烤漆 在整體的質感上面 真的是提升了不少 車側真的要說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以我來講的話 就是鋁圈比較單調一些 尺寸也比較小一些 我個人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其他的選配 然後再把尺寸拉大 來符合它的車身比例 我認為是更協調的一件事 那麼車尾也是Sportback車款 它最重要的地方 後面還用了一個小壓尾的設計 同時結合了後方葉子板的基底線條 融合成一體 上方搭配了尾翼整體來說 在整個流線桿上面 運動桿上面是相當充足的 那另外燈具魔術師又來了 尾燈整體來說 跟前面的日行燈 也有做一個內部擺放的呼應 同時你在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採用的是漸進式的方向燈 哇 這個夜間辨識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另外在整體造型方面 因為是S-Line套件的關係 所以在保桿的造型 也是比較突出的 它的特色就是有一個兩邊 類似U字型中間一橫槓 把整個保桿包覆起來 中間有下擾流氣 好 講到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通常為了追求這樣帥氣的車款 例如說 對 我的車 在以往通常追求流線的線條 運動的外觀 通常你就要犧牲掉你的實用性 如果你兩個都想要一起追求的話 我覺得在以前它是很難實現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Q3 Sportback 它還維持了它的實用性 第一件事情就是實用配備 拿著鑰匙 腳踢感應尾門 標準配備 打開之後或許你會想 Sportback跟一般的Q3 它的行李箱空間一定比較小 錯了 一模一樣 都是530公升 我對這一點的設計其實真的是滿訝異的 那如果是我的話 Sportback真的會是一個 我比較心頭好的選擇 好 另外它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在424分離傾倒之後 它擁有1400公升 但是以一般的Q3來講的話 它就小了100多公升 最主要的差別當然還是它的車頂 有一些微微的下墜 就差在高度的部分 所以當你在購車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 424分離傾倒之後 我是不是常常使用到這一段的空間 甚至是在頭部空間的行李放置空間 這個部分你都要去考慮進去 如果你不常用的話 或許剛剛我講的這些 可能也不是重點 另外 站板下方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句重低音喇叭 因為它全車系標配的10具揚聲器 另外 Q3全車系支援的最新科技 48伏特的輕油電複合系統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48伏的離電池 旁邊有直流電交流電的交換器等等 都在這個地方沒有事 千萬不要去輕易地動它 另外整個空間表現 雖然我覺得是滿不錯的 但是唯一一點 我認為很可惜的就是 為了要遷就它非常好看的造型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的開口高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當你在拿行李 尤其是比較重的時候 要多花一點力氣 其實要說奧迪它是一個燈具廠的話 以我個人的習慣 我更喜歡說奧迪這個廠商 它是做裝潢的 因為我一直認為 在台灣人講的口中 EA 2B這些品牌裡面 其實以內裝質感來講的話 真的是奧迪 奧迪在所有的鋪陳用料細節上面 真的是做得最細膩的 包含這次大改款的Q3 它在整體的內裝 以及外觀 有做了一個內外呼應 我認為可能也是因為這一次 設計師她是一位 心思很細膩的女生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細節鋪陳 都相當的細緻 例如說駕駛人前方 這邊有一個銀飾框 各位可能會發現 它也是一個八角型的 沒有錯 它跟車頭的頓形水箱護照 是做相呼應的 那還有一些小細節 可能是你沒有細心不會發現的 例如說我左手邊這邊 有一些操控燈組的按鈕 雖然它是按壓式的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我的手放上去 還未按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感應到你的手指 在前方的數位儀表板上面 就會出現選項 讓你瞭解現在目前是什麼狀況 哇 你看這個質感 非常的細緻 包含這邊的多媒體螢幕 它是8.8吋的 但是在左右兩邊 它採用了黑色鋼琴烤漆飾板 跟整體黑色布景的螢幕融為一體 讓你感受不到它的邊框的粗細 所以在整體一體性來說的話 是相當足夠的 包含材料的選用上面 這邊鋁質的飾板 這邊還有一個奧迪的灰飾 那麼這個奧迪的灰飾呢 仔細看一下 現在是因為白天的關係喔 但是各位仔細看 尤其在晚上更明顯 裡面是有氛圍燈的 在細部的質感上面 真的是沒有話說 甚至在門把的造型 以及觸摸的質感上面 相當的出色 後面這邊也結合了氛圍燈 其實氛圍燈是上下兩側都有 但是白天的關係可能 比較難去發現它 但是在晚上絕對是非常漂亮的 還有門下面拉把的造型 也相當的特別 另外上面選用了擠皮 那這個擠皮特殊的地方 在於它的顏色 這台車它是選用跳色的 那這個擠皮呢 也提供了其他的顏色可以選配 那這個選配價呢 是不用錢 就是看你喜歡什麼顏色 隨意的來搭配 所以軟質的塑料 擠皮 類金屬飾板 還有鋁質飾板 氛圍燈等等 鋼琴烤漆 整體來說 不管造型還是元素材質 細節 真的都是相當出色 我認為這個是奧迪 車款它的特色 那另外前方 它採用的是數位儀表板 它的寸數是10.25寸 裡面支援相當多的功能 那整個排版的方面呢 大家應該也滿熟悉的 左手邊是轉速表 右手邊時速表 中間支援了相當多的訊息的閱覽 例如說日期 時間 里程啊 溫度 或者是輕油電複合系統 目前的狀況 輔助安全配備 目前的狀況 多媒體等等 通通都可以在這邊做顯示 當然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選配奧迪自家老大哥的那一套 虛擬座艙的環繞系統 你的儀表板就會變成12.3寸 中間這個螢幕就會變成10.1寸 裡面還會備有原廠的導航 但是各位也放心 因為這一套系統 或者是說現今的當下 大家更在意的 其實就是這個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droid Auto 同時它還支援了 對於行車安全非常重要的 360度的環境影像 好 另外這台車也有做一些 其他的升級 例如說S-Line套件 那當然包含了一些小細節 但是我覺得這個套件 最主要有三大件 第一個就是黑色的頂棚 第二個就是我前方的 三幅式方向盤 它是S-Line的套件 下面是平靶非真原式的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按鍵 同時後面有換腦撥片 第三大件就是現在 我做到的這張座椅 中間是採用Akentara的擠皮 上面搭配類似格紋狀的 整體質感相當出色 旁邊搭配的是皮革 那在整體做起來的感受上面 我覺得它在發泡棉的 軟硬度上面 是很標準的德系感受 有坐過德系車 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 它是屬於比較硬派的一個設定 那在左右兩邊包覆是相當明顯的 左右兩邊駕駛座 副駕駛座 採用的都是電動調整 同時在腳部這邊 還有一個延伸 可以加強腿部支撐性的套件 整體來說做起來 戰鬥感是有呈現出來的 另外冷氣的部分 採用的是雙虛的紅溫空調 那麼再往下看 這邊有滿深的一個置物空間 旁邊還有兩個USB的插孔 那麼再往後看喔 中央安座提供了兩個置杯架 電子式的手煞車 12伏特的電源 還有零錢盒 中央扶手打開之後 裡面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第一件事情 後座我們要關注的就是 後車門板 因為它在所有的用料 以及設計上面 比照前車門板 一點都不馬虎 全部都是一模模一樣樣 接下來很多人關心的 會不會因為 我買了比較帥氣的外型之後 矽身空間 好 目前前座我調整成 我的標準座子 我的身高是180公分 目前我這樣做起來的角度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另外頭部空間 目前四個指頭左右 西部空間一個拳頭以上 老實講我自己 也覺得滿驚豔的 通常講究這樣流線外型的車款 通常頭部空間都會非常的壓迫 所以我就說外面 它的設計的元素擺放上面 其實非常值得你去玩味 它的藝術性質 設計的性質 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在整體做起來的感受上面呢 坐墊是滿長的 那在軟硬度上面 跟前面是非常類似的 經典的德式座椅 那在差別上面 Sportback跟一般的Q3 它的確還是會有差別的 例如說在前後滑椅的功能上面 不管是Q3還是Sportback 它其實都有 但是Sportback它比一般的Q3 少了兩公分的滑椅 另外在椅背的調整上面 Q3可以再更倒一些些 那Sportback它也可以調整 但是我剛做的這個姿勢 已經是最傾斜了 但是我覺得傾斜的角度 都還算滿舒服的 如果後箱有臨時的行李箱空間 或許可以委屈一下 調前面一點 傾斜一點 我覺得三分鐘兩分鐘 我可能可以接受 好 這個是給你以備不時之需的 另外中間也幫大家體驗看看 我以為會頂到中間 結果沒有 目前大概差兩到三個指頭 坐起來的感覺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為舒適 但是各位也可以發現 坐在中間的人 腿部可以說是幾乎沒有支撐的椅墊了 所以短途的話我覺得是可以 長途的話就會比較辛苦 那麼中央的隆起還算滿高的 後座有冷氣出風口 下面有一個區域是留空白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充電的需求的話 這邊可以做選配 另外這邊有中央扶手 打開之後裡面提供了兩個置杯架 最後後座還提供了兩組 嗨 Sophie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是奧迪 Q3 Sportback 35 TFSI S-Line 它搭載的是一具1.5升直列四缸的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150匹 最大扭力是250牛頓米 搭配的是 Extronic 7速的自首排變速箱 那麼它的驅動方式是前輪驅動 那麼這一台車它其實 我覺得有很多的重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第一個值得你注意的 就是打開後行李箱戰板的時候 裡面有提到了48伏特的 輕油電複合系統 這個科技也是現今非常流行的科技 那麼之前也有幫大家解釋過幾次 48伏特這個輕油電複合系統 我想我今天就簡單的告訴各位 它最直接的影響 那麼最簡單來說 48伏特輕油電複合系統 就是在後面加了一個48伏的鋰電池 包含直流電 交流電的轉換等等 總而言之呢 把這一套電機系統 結合在車上各部位的電機系統 實現以往12伏特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這個就是輕油電複合系統 好 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所造成的結果 會影響的層面其實很多 例如說第一個 我知道很多人在開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上車發動之後 一定會關掉一個東西就是 引擎自動起閉系統 為什麼 後來我問很多觀眾朋友 或者是身邊的朋友 他們最不喜歡的就是在停等 紅綠燈要起步的時候 熄火以及啟動的那一瞬間 因為太陡了 震動的聲響以及震動 或者是車上沒有冷氣等等的這些影響 都是造成大家把這一套系統關閉的原因 那這個系統本來利益良善 關閉之後呢 它其實可以節能省油 然後啟動之後呢 你可以正常的行駛 但是如果大家都把它關掉 因為不舒適 太熱了 或者是震動的關係 噪音的關係 那雖然利益良善 但是卻沒有用 但是來到輕油電複合系統的車款上面 這一件事情完完全全的被改善了 那我們先不論它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只論它的結果 不論如何 在啟動以及關閉的過程當中 整體變得相當的絲滑柔順 那目前在這個區域路段 我可以幫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 在這個地方 假設我們在聽聽紅綠燈 好 熄火了 但是跟以往的自動起閉系統的 熄火的抖動 那個等級是完全沒有辦法比拟的 好 假設現在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打方向燈 看後面有沒有來車 沒有的話 踩油門 啟動了 整個過程 絲滑柔順 快速 所以我相信48伏特的 輕油電複合系統加入 搭配這套系統之後 會有更多人會喜愛使用它 而且上車實際上路之後 是不會關掉它的 另外這一具引擎支援了 主動式的氣缸管理系統 也就是說當你在某些特定的 條件的時候 這個四缸引擎呢 會把兩缸修止 變成只有兩缸在運作 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儀表板 完全是神不知鬼不覺 它只有用數位儀表上面的符號 來提醒你 現在轉速降低囉 現在甚至完全熄火 完全用滑行的狀態在前行喔 所以如果當你在長下坡 某些特定路段的時候 其實它會啟動滑行狀態 但是滑行狀態熄火了 但是你會發現你車上所有的 電機系統它是維持正常運行 而且車輛是維持在一個 很安全的狀態 因為當你在下坡 長下坡速度過快的時候 它馬上會啟動它的引擎 然後介入引擎煞車 控制你的車速 不至於過快 不至於煞車過熱這些事情 所以當48輕油電複合系統加入之後 甚至控制了電機系統 它就可以做到以上說的這些效果 但是各位要注意 這整個過程 你完全沒有感受到它 你只會從儀表上發現 蛤 我現在居然熄火了 蛤 我現在居然轉速降低了 我只靠著儀表上面的圖示來辨別 它現在用什麼樣的方法 在幫我節能 但是完全神不知鬼不覺 各位 科技啊 還是要讚嘆科技啊 那這樣做的目的呢 其實很簡單 為了要降低碳排放量 來符合越來越嚴格的環保法規 那對於消費者呢 那當然就是你的油耗可以更精進 所以讓它的平均油耗 可以來到15.4公里每公升 那還包含了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平穩滑順 這些都是消費者可以享受得到的 另外一方面可能會有人誤會喔 油電複合系統不是應該在加速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助力嗎 其實以一般的油電複合系統來講是沒有錯的 但是48V油電複合系統其實最主要的功用 是在結合我剛剛講的所有車上的電機 來達到最佳化的效率 那你可能會問它難道沒有提供動力嗎 其實是有的喔 這一具電動馬達提供了12匹的動力 50牛頓米左右的扭力 但是在實際駕駛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唯一一個時候就是當你完全禁止在起步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踩下油門之後 有些車都會有一點點的空窗期 但是在Q3 Sportback因為這套系統的加入 在整個起步的過程當中 是完全沒有那個空窗期的 再一踩下去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很直接的動力開始前進 這個就是電動馬達的預先介入 讓你在起步的過程當中 就有一個比較飽滿的扭力 然後瞬間再接到汽油的動力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很難的去察覺它 但是事實上這套系統 它的確就是時時刻刻的在運作 而且它在幫助你 讓你開得更舒服 更潔能 好 我們接下來來聊聊它的底盤的設定 以及它的懸吊 那麼今天的車款 因為是Sportback的關係 所以它搭載的是運動化的懸吊 運動化的懸吊跟一般懸吊不同在於 它的重心又在更低了一些些 不過我想更重要的是在於 它的整體的懸吊設定呢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它整體的設定來說更為硬朗 但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些的路感的彈跳 但是我覺得都是在接受的範圍之內 那在整體的過彎過程當中 側傾的支撐性表現倒是挺不錯的 你用比較快的速度入彎 所以整體來說支撐感都是相當足夠的 那另外我最喜歡的部分 應該就是這個主動式的轉向系統 這個轉向系統會依據你的轉向的角度 還有你的車速來做不同的轉向調整 而且這個方向盤它的設定是滿不錯的 左10點大概一點不到一圈 右10點不到1.1圈 所以合起來差不多也就左右10點2.1圈 到2.1多圈左右 算是滿敏捷的一個設定 更不用說它加入了一些電子化的設定 會依據不同的狀況來調整你的轉向齒比 不過如果這個方向盤 它口徑可以再小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開起來會更過癮 那在整體駕馭的感受上面 你不知不覺就會把你的速度 越加越快去挑戰你的彎道 那在彎道上面的表現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大概有兩個重點 第一點就是在彎道上 當你處於比較極端的狀態 在過彎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我想可能就是這個 運動化的轉向系統在幫助你 有時候你就會突然感受到 車子突然變得更犀利 去向彎心帶 用更快的速度去殺過這個彎 那在整個感受上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如果你在駕駛過程當中 你是喜歡傳統機械感 比較多車款的人 你可能會比較不習慣這樣的感受 但是我也必須講啊 這樣的感受 是全新世代加入科技以後的車款 才會出現的一種獨特的微妙感覺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 但是那種感覺很妙 而且會讓你很驚喜的感受 很像突然有某種力量 在牽引著你一樣 這樣形容真的很奇怪 但是我講的是居力的方向突然改變了 就是因為它方向盤持比 轉向的比例開始改變 讓你更快速的去突破這個彎 當然一台車速度要快 要開起來好開的話 靠方向盤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看一下這個地方 在右彎的過程當中 它讓我的轉向呢 在後期的時候更轉向彎心 讓我更朝向轉向過度 那除了方向盤之外 當然它的車底盤也要配合 所以它底盤整體的調性 更偏向的是轉向過度 但是它是一台前輪驅動 它讓我又再重新認識了奧迪一次 我以前開的上一代的奧迪的Q3 動態表現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在全新一代的Q3上面 這種感覺好妙喔 太微妙了 但是我認為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另外在安全配備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六氣囊啊 循跡防滑系統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 ABS啊 什麼煞車力道分配 煞車力道輔助 這些都不再討論了 這個絕對全車系都是標準配備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從更先進的輔助安全配備 ADAS這個部分 我有感受到台灣奧迪它的企圖性 ACC啊 主動式的跟車系統 或者是車道維持系統啊 在這個急劇 其他的競爭對手 很多都是要選配的 但是Q3它是列為標配 但是你會發現它的價格 其實也都是對標關係喔 就是直接競爭 所以這個東西在安全配備上面 它的確是有誠意的表現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Q3 Sportback 這是一台 看起來真的是很迷人的一台車喔 它的確是有它的能耐 讓有SUV感冒症候群的人 眼睛為之一亮的實力喔 但是最後我也有一點小缺點喔 想要提供給原廠參考 因為Sportback它的定位 以及它的外型 還有S-Line的這個稱號 都會讓大家覺得 哇 應該要有更好的動力才對啊 所以我會非常非常的建議 在Q3 Sportback 應該要再引進一個車型 就是40的TFSI的S-Line 或者是40TFSI 這是最少最少啊 也要有更大的動力 讓台灣的消費者 讓台灣的車迷朋友 讓這些感冒 對休旅車感冒好起來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前進的動力 去選擇Q3 Sportback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比較好的一個策略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試駕Q3 Sportback 所有的心得給各位參考 希望以上的優缺點 都有幫助到各位選車 也希望幫助到 對SUV感冒的人 希望你們可以趕快好起來 我今天我覺得我好很多了 讓我對SUV有改觀 這個形態 還有這個設計師 好不好 講什麼 不要再講設計師了 設計師設計的這個外型 真的是相當的漂亮 而且又堅固了空間 的確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麼其他廠商在未來 推出的時候 也應該要做得到 那才是一個新標準吧 是吧 我是逸晨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到現在視窗還沒有關掉的你 我就知道你是最忠實的觀眾 其實它的動態模式裡面 有一個越野模式 那這個越野模式 打開之後 它最主要關閉的是 循跡反華系統 然後呢 讓你在一些 真的不幸 到了比較擬膩的地方 想要脫困的時候 不會因為循跡反華系統 而受到干擾 你會有一個 比較充足的動力 或許有機會可以帶你 脫離這樣的現場 它並不是真正的用意 要拿來讓你越野的 所以 雖然它叫越野 但是這台車 畢竟還是前輪驅動而已 它不是四輪驅動 所以不要拿它 真的去越野 但是 說不定這個模式 在危急的時候 可以救你一命